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伊隆·马斯克周一晚间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总部和工厂举行的活动中 向人们介绍了前则有作 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意义非凡 我想了很久成为第一个登月的私人乘客是多么有价值 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如何回馈社会 以及这将如何推进世界和平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这位在线日本服装零售商ZOZO的亿万富翁老板 将于2023年乘坐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大猎鹰火箭登月 谦则有作为了这次旅程 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支付了一笔费用 费用的具体数目尚未公开 马斯克表示这笔费用将用来开发新火箭 现年42岁的钱则有作表示 他将邀请6到8位艺术家加入他的月球之行 并让他们举行创作 以激励人们的梦想 再次推进行资金 感谢观看